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5日 星期四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 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昨天 再有消息傳出了 就說有兩名人士 在打完科興之後 就拘捕 這兩人同樣都是長期病患者 另外 有一名26歲的男人 他打完科興之後 就出現了面坦的情況 他還揚言 要提出撒償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那兩宗拉柴的個案是怎樣的 其中一人就是80歲的女子 本身患有高血壓 以及是糖尿病的 在3月2日的時候打針 去到19日 就在家裏 不省人事 送往醫院之後 證實死亡 第2人就是60歲的男子 本身是有高血壓 高血脂 以及 頸動物的疾病 11日的時候打針 去到23日 是空暴不息 24日在家中昏迷 送院後 不治 這兩宗的個案 當然 專家委員會 又會怎樣判斷呢 專家委員會 昨天就開了記者會 在會上 他們就提到一些 專家分析 就說 之前有幾宗 打針之後的死亡個案 專家就認為 都是跟疫苗無關的 按照他們的邏輯 看法最新的兩宗 都未必是有關的 因為那兩個人同時 都是 長期病患者 當然有些 無病可以找得到 所以 到底應不應該 為那些長期病患者 打針 又是有疑問 不過 既然 他們身為長期病患者 都去打科興的時候 本身也要有 差不多的勇氣 但是 這樣的處事方式 難免令到有些市民質疑 你說的復必泰 包裝上有多少瑕疵 就已經馬上 說要停止 但是科興還可以照常 到底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 在昨天的記者會上 專家委員會又公佈了 再多有7宗 打完疫苗之後面癱的個案 總計有9宗 全部都是男性 介乎39至86歲 其中8人就是打科興之後面癱 一宗之後 就是打完復必泰之後面癱 又是8比1的 即是比數 經常都很懸殊 這個孔凡藝專家 被問及到 究竟每一宗的個案 你是需要什麼資料 來判斷 跟疫苗是有沒有關係 因為孔凡藝專家就說 不可以就這樣看一個個別的事件 而是要看一個長時間觀察每一個個案 然後作出統計 才可以跟機線比較 他還說 面癱一般是有七成至八成的機會完全康復 那就是奶撻 即是說有兩成至三成的機會 是不能夠完全康復的 當然 他那種的答法 其實都是避重就輕的 又說不可以看個別事件 又說要長時間觀察 那你的長時間是要觀察多久呢 是不是要觀察到半個世紀才夠呢 還有他們說來講 他無非就是要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說那些疫苗是安全的 那我又很質疑一件事 就是到底這些所謂的專家 喂 他們是先有結論 然後去找那些所謂的證據 還是先有科學實證 然後得出這個結論呢 究竟哪樣先哪樣後呢 接著我們就去看看 原來有一名在中環開診所的私家醫生 就免費幫一些 大陸人來打科興疫苗 事情是怎樣的呢 這一名的私家醫生 就在中環的中建大廈16樓設有診所 這一家診所的職員就說 客人是可以利用雙程證 或者是護照 進行登記 而無需出示香港的身份證 如果他是不見醫生的話 更加是不需要繳交診金 可以是免費打針的 這一家診所裏面 就有一對 大約六七十歲 住在深圳的夫婦 以探親的簽證 是來了香港的 並且就在這一家診所 打了科興疫苗 他們打完針之後 還稱讚這一名醫生特別好 因為打針是免費的 而根據特區政府的規定 只是限持有香港身份證 領事團身份證 申請香港身份證收據 以及是豁免登記證明書的人士 才能夠參與疫苗接種計劃 不包括 只是持有雙程證的人士 意味著這一名私家醫生 是有機會違反了相關的規定 這件事本來我覺得 應該要升土 因為疫苗始終是由公帑出錢買的 你用公帑來幫大陸人打針 這件事是於理不合的 本身也應該要升土 不過因為這個科興似乎在香港 反應就不太好 因為 看看 在昨天的打針情況是怎樣的 昨天有9700人打了第一針 這個復必泰早上 就有1080人打了 才是落閘 另外8600人 打了科興 但是科興的落底率是有多少呢? 是有21% 即是說100人當中有21人 預約了科興 就不去打 另外由開始至今的累計數字又怎樣呢? 香港至今有41萬2千人打了第一針 26萬1千人打科興 15萬1千人打復必泰 大家都知道其實復必泰的 打針的時間是比科興短多的 但是 兩者相差的人數 只是11萬1千人 就會看到其實復必泰受歡迎的程度 就是遠遠超過科興的 所以又說回剛才那宗案的個案 即是那個私家醫生去幫了 雙程症的人士去打科興 沒有收錢 我又覺得升土也免得 為什麼呢? 當這個私家醫生來幫忙散貨 薑太公釣魚 懸者上釣 不過不知道誰釣 真的上釣 他喜歡上釣的時候 就由他上釣 反正那些針如果長期職壓在香港沒有人打 到了過期的時候 也是要拿去報銷的 反正有些人那麼喜歡打你就讓他打 這些錢其實已經給了 特區政府肯定就是要給了錢 科興才會送貨 錢都給了的時候 有些人喜歡去打你就有鬼吧 反正就是 特區政府一定要看緊 到底哪一種疫苗是受歡迎的 你就買多點那一款吧 你也要是急市民所急的嘛 賞市民所賞的 這個董建華說的 接下來我們又去看看 有一名26歲的男子 在打完科興之後 30分鐘就暈倒了 需要 送軟救治 當這個男人醒來之後 就發現自己左邊臉痰 左眼就沒辦法合上 我一天嚇不到 那個嘴 就歪了向右邊 而且他還有頭暈 和胸口痛的症狀 這位26歲的男人就說 他的個案明顯是由疫苗導致的 會考慮索賞 實情他這個判斷未免是太過無斷了 因為你也不是專家 你有沒有問過專家委員會先 是不是呀 有沒有問過許樹昌教授 因為現在你說要索償嘛 索償就一定要通過專家委員會那一關 專家說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這個社會 這個26歲男人就說 如果特區政府拒絕受理 就將會嚴重影響市民打針的信心 你真的看得自己很重 之前那麼多個個案 全部都沒有錢賠 是不是呀 都沒有看過有人有錢賠 這個基金自從設立了之後 一元都沒有賠過 你真的有什麼大資 為什麼政府要賠錢給你呢 你這麼年輕 打科興 你還要叫人賠錢 他還說什麼呢 他說特區政府那麼想人打針 出了事又不賠 他就說對於特區政府沒什麼期望 薩償金錢賠償都只是其次 最重要就是令政府負起責任 這些人真的妙想天開了 叫特區政府負責 對政府沒什麼期望 你現在才沒什麼期望嗎 因為你面坦才沒什麼期望 你不面坦可能你還是滿懷期望 你26歲才能打科興就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呀 他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暫時不考慮打第二針疫苗了 會交由醫生去決定是否適合 你打不打第二針呢 你又交由醫生去決定 你這個面坦是不是由疫苗導致你自己決定了 你應該交由專家醫生去決定 是不是呀 真的 到底他打不打好呢 其實有很多人都贊成他去打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打完第一針就是左邊面坦 有人叫他打完第二針就可能右邊面坦 鄧昏雲 這些只是開玩笑而已 應該這樣的面坦可能是暫時性 不會永久性 因為根據孔凡藝教授所說 面坦有七成至八成是完全康復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這個人到底情況是怎樣 不過他在說要求索償 看法的機會都相當渺茫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